而且我觉得它是有些矛盾的地方是我想不通的 就你刚才说的一个周先生他是以经济利益为主 因为他做了很多的这里面就说他很在乎GTV的stock 他很在乎投资公司他为什么要买GFashion 是因为他觉得买GFashion可以帮助GFashion grow 到时候他的股票价值会涨 就他很看重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退掉这些投资的时候 他有没有想到当时的时候的洗币是已经上市了 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他有没有想到他失去的是什么呢 所以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很不知道 就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算的话 我真的把算术算在放在一个表格里比对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不退出才更合理呀 所以说这就是我不理解的地方 当然很可惜 对对 还有一个地方我观察的就是我们这个Cross的 Seed在问他这个关于他开账户 个倾诉跟银行的虚假ằng争数 这个是账户的时候说你这个跟银行说的是你做房地产的 但是进来了很多其他的钱 是吧 对对那我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咱们的律师给她个台阶下 你是不是因为服务农场帮助农场 对对对 我觉得ло 也是有用意的 因为之后肯定还是可以用不到的 有很多机会有可能在 我觉得可能律师的这个 因为事实也是这样 事实也是这样 你是因为帮农场帮占有 所以你就开了账户 当然 你跟银行去撒谎或者说虚假承受这本事确实是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呢 那我们辐射到 其他的这个整个机系列 可能别人都会说你们这不正常啊 是吧 那原因是因为就是跟灭共有关 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律师的这个智慧在这里面 进现出来 然后还有刚才琪琪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不要去攻击政人 尤其是当下还在庭上作证的政人 不管他是谁 他是前战友也好 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 或者是政府的内容不要去攻击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政人 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他是帮到我们的 比如说周先生他在 很多提的灭共的事情 其实咱们还没提呢 他自己提出来 我不想有可能被七个影响的心态特别好 我觉得每个政人都在报 你像凯琪提出了 证实了法治基金的使命 因为过去你知道这个 不管是破产案还是说 伪类欺民贼中共 说这个 法治基金 成立是专门是为了 郭县的什么 还是为了 洗钱等等的 事实证明就是因为王健案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导致的成立了 法治基金法治社会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这整个的这庭审实际上是一次洗礼 对 而且这些都是证据 对 而且 你本能自己 确认了吗 除非 检方说这个政人的政治不算数了 算数了 你看你看 凯琳的政治是 多少年以前做的政治 今天被调出来 对 他是 我记得他的 法律文件上写的是2020年 对吧 2020年还是2022年 sorry我忘了 2020 反正几年前 那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像周先生像凯琳 这一个礼拜做的所有的证词 未来在任何法庭上都可能会被调出来 没错 对吧 你当年你怎么说的 你上次是怎么说的 DX001 对 就这个已经成为这个 成堂的证据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要为什么不要去这个 攻击政能 或者说我们攻击任何 不认识的 或者认识的 尤其是现在正在 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 这个政 是吧 对 然后还有这个 想问一下这个 齐霞吧 就是你整个这个礼拜 因为四天整个就是 非常充实的庭审过程吗 你对这个郭先生律师团队这边的这个整体表现怎么样 那我觉得是这个 10分是满分的话 我可能给12分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然后还有你觉得这个礼拜下来以后你观察陪审团这一块的 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有印象的一些 行为举动或者说 不管是 肢体语言或者是 脸部表情 因为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啊 就是因为 过去你知道我们上一次说的就是 其实很多的这个 不管是庭上的 这个政府也好或者是被告也好 被告方也好 或者说各自的律师也好 实际上他们非常在乎 律师团的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我 具我有一个 有一个律师 具一个律师的 我们交流当中在说 就是很多一些大的案子 他们律师团会雇用一个第三方 雇用第三方干什么呢 雇什么样的人呢 雇用第三方 第三方给你安排一些人 他们会按照 这个 选出来的陪审团的 这些成员的 大概的背景 然后来找 差不多的这样背景的人 然后安排他们干嘛呢 全职的每天坐在法庭 Public区 来听 听完了以后 然后来 看他们就是能够得出什么 对 听这个案子的情况 然后 然后来写出他们今天 对于控辩双方的一些证词啊 证人 写出他们的反应 就是like a shadow jury 对吧 对 所以 为什么你看实际上在庭上的 各方都是非常关注 陪审团的一些反应 当然你这个你不可能去 干涉人家 限制的这个陪审员是吧 但是 你可以找一些 比如说 琪霞他是选中的其中一个陪审员他是 律师 我也 我可能 如果是我当时当时 我也找一个第三方 你也给我找一个跟他背景差不多的 律师 对 你就给我听 听每天晚上结束你给我写个报告 今天 我听了陪审团我觉得 是吧 辩方 不错 然后或者空房 或者哪些点不错 为什么 我们非常要在乎 或者是 本身 他们各方就应该非常在乎 陪审团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的 每一天的反应 你比如说 之前我有听你说 Seprina在Cross的时候 讲到这个CCP的时候 有陪审员 啊 就这种表情 那就证明他对这个很感兴趣 或者说某些地方可能打动他 我跟你说吧 说实话 我觉得对这个案件不感兴趣的 违审团 几乎应该没有 因为太精彩 因为里面有FBI 对不对 又有CCP 又有死人 这个business 的death 对不对 又有mysterious death 的案件 又有这个nonprofit 的这个 抗议呀 就所有的这些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没有任何 就是好莱坞电影都不能编出这样的编剧 我觉得 还有 还有一个 就是我观察一下他们的穿着 就是 我今天发现就是 陪审团他有精心的 打扮就他有精心的要穿presentable的衣服 他跟第一天来的时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这个陪审团他发现 因为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所有人起立我相信你在没有做陪审团之前你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 这个待遇只有法官有 对当陪审团员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在场的人就起立很肃静的迎接这个陪审团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在自己的肩膀上已经知道自己的责任很重大 再加上这个法庭的环境的严肃性 再加上法官的提醒 再加上所有的我们观众的这种 期盼啊 这个眼神啊 这个这个我相信他们在自己的肩膀上已经感觉到他们的责任 在他们听到第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案件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能够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的 这么一个案子的时候 我相信 很多 这个会在这个陪审团 心底产生一种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很 有一个女生我特别注意到 他今天带了一根很漂亮的项链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他们就 他们还有那个黑黑人女生也是 他穿的衣服很就是 很正式 就是不是很正式很漂亮 就他故意很很干净 然后他换他有换衣服 然后我也注视到有些 男生的陪审团他没有换衣服 不知道他是不是跟班农先生一样 一件衣服有有20件 对对这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他们就 就感就是我感觉到他们是感受到 这个现场的气氛 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面呈现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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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庭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 这个案件本身 内容本身就非常的引人入审 是的 超过他们 当初 参加来的这个预期 我觉得一定是 大大超过预期 好 然后我们关于庭审这一块 其实我们已经相当长 今天时间非常长 我看导播这已经两个半小时 而且这里面特别的热 我非常佩服这两位 因为穿的是西装格里 在这个 增桑拿 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么多了 然后大家回头一定要仔细的就看 我也希望很多战友参与了 就是去看那个Transcribe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官方网站上面 对 Transcribe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第402页到 405页 对对对 就大家就仔细看 也有很多战友已经发出来 甚至在了中文弄出来 就是这个 我觉得应该翻译成全世界各种各种语言 广泛的宣传 这个属于联盟环节的那种 好 我们把这个 不能抢你的事 这个 我们把这个主持人 小飞匠请进来 我们把两位专家 送走 谢谢 谢谢 谢谢导哥 谢谢加油 拜拜 谢谢 拜拜